2019年5月16号 贝玉明先生与世长辞 享年102岁 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 贝玉明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 一生留下了无数的作品 身后留下了那么多作的纪念碑 这样的一生简直就是完美的一生 但是今年我也抽空读了一下贝玉明先生的传记 你会发现他的任何一个作品 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充满了磨难 苛责和挑剔 就拿这部作品来说 巴黎卢浮宫门口的金字塔 这部作品它被法国人骂了十几年 有的人见着它 甚至当面向他身上吐口水 2019年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贝玉明时刻 所以为什么今天开场 我要向贝玉明先生致敬 其实还为了一句话 晚年的时候有一个记者采访他 说你面对那么多挑剔 你怎么看 他说我没空管那些事 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之中 请注意这不是我们经常听说的那句话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不是 解决自己的问题何其难在 感谢观看